作伴 作者 叶清成 父亲八十岁那一年 儿女们开始为他置办墓地 这也是一种冲喜 二老亲自看过一次 陵园位置甚好 衣衫傍水 景色清幽 就是远 开车过去也要一个多小时 即便坐前排 也颠颠勃勃不好受 交完款项 父亲召开家庭会议 如果你们妈走在我前头 就入土 如果我走在她前头 就先不葬 骨灰盒放家里好了 等到最后一起合葬 儿女们都呆住了 父亲徐徐解释 冬至清明都要扫墓 去一趟那么远 你们妈她晕车 在自己家方便 也能给她做个伴 儿女们懂了 四五年后 老父病逝 骨灰盒就摆在父亲 原本每天看书写字的书桌上 这一场病来得及 还散了一桌子字画 背帖 宣纸 来不及整理 只是墨盒 扫就干了 儿女们想收拾一下 母亲指住她们 顺手拿起父亲用灌的中号狼毫 顺着纸上最后一个字写下去 一笔一画 努力向原样靠齐 练字之外 母亲又渐渐开始画国画 几幅清绿山水不知几十起挂在了墙上 时间久了 父亲的骨灰盒好像也成为家庭摆设的一部分 众人都熟视无睹 只有一样 哪怕雾霾天气 到处落满灰 母亲也容不得父亲的骨灰盒上有一点脏 一天擦十几次 渐渐擦出檀木的油色来 又过了几年 母亲也去世了 这一回 儿女们把二老的骨灰盒双双抱在怀里 送他们上山 也都好些年没来过了 灵园里又立起了许多心粉 地势地貌可算是面目全非 却不知为什么 总觉得似曾相识 向民民中有条路线图指引他们 终于觅到正确的所在 让二老入土为安 急目远眺 突然二女儿发现了 呀 妈画的山水就是这个地方 于是 一个一个都想起来了 墙上的山水画里 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沿到白云深处 也就是此刻目的所在 儿女们面面相去 还有什么可说 有一个说 她也只来过一次 到最后 只剩一句话 我爸一辈子 心里是我妈 我妈一辈子 心里是我们 有风吹过 墓前的松柏枝叶横斜 一起刷刷响 像在说 是的 是的 二老在世上做了六十五年版 六十年是他生前 五年是他事后